真的好看 很多 如果你要選擇長板 基本上能過臀部就是長板 就是屬於你的 不要到膝蓋 你看像這個地方 它大概到大腿的中間 這是它屬於小摳的長板 但這一件在新妹姊穿 可能就是正常的 正常腰部的 那我知道了 所以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就是 主要嬌小女生 為什麼會常常被人家說 像小朋友 小妹妹 就是因為她身上穿的東西 太多是屬於那種 好像萌妝也會出現的東西 所以你注意你在選擇 雖然這種鞋子很可愛 可是你到衝妝部 可能也會看到類似的東西 像這樣的東西你在穿在身上 你身高不高的時候 很容易被人家覺得是小孩子 可是如果你穿比較有一點上品 有一點大人的風格的那種 像這種鞋台比較高 露出腳背很Lady的東西 你馬上就把那個成熟感提升 好 謝謝 謝謝 來 下一位 小蕾 這樣這樣很可愛 會覺得嗎 不會啊 很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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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都是VV雜誌裡面 然後你看各自襯衫 其實她如果 這件不要 格子不要配這個 因為這兩個是不同人數 對啊 好奇怪喔 感覺這種襯衫 因為這個應該也還蠻不便宜的 設計師的 然後這個襯衫 如果是配牛仔褲啊 會很好看 但是配上這種比較派對感覺的衣服 就有一點可惜 對 所以她今天只是把它都配錯而已 沒關係 那我把這一件蓋住 然後 好像好看 好像好貴氣喔 超多 好像洋娃娃 可愛很多 然後這個再把它擋住 好像娃娃 對 超多 所以她的東西都是很貴 但組合在一起都不對 就很可惜 很可惜 很可惜 對 我發現林業婷老師也是把她這裡做的 就是肩膀這裡都做得很豐富 對不對 對 她們兩位幾乎也都是這樣 那是今年 沒有 我是要擋她的那個襯衫 要讓人家看到她 怪怪的 對 因為她那個顏色 那我們馬上不能讓她脫掉 那我覺得圍巾今年是很重要的單品 她已經不只是配件 她已經變成服飾的一種 對不對 來 那M好了 M這個問題是妳最小的 我覺得我很好 你會不覺得嗎 其實我覺得 我有抓住大眾人 但是這樣子穿 時尚簡約風 我覺得妳很好 沒錯 然後下面 還有秀明 對啊 人好直播妳 對 下面是黑色的啊 愛漂亮 但是外面如果九度三度 妳會這樣嗎 對 我會 我會 就穿個大風衣這樣 因為我會喜歡 裡面是短的時候外面 外套厚一點就好 我覺得臉太亮 而且我不想穿雨衣 現在外面沒有下雨 沒有 桌子在哪 小小 我調一下 小調一下就好 就是她這樣算是OK 可是就沒有流行感 還有就是沒有 簡約咧 簡約咧 不能遇寒 這件軍裝不太一樣 就是 她的這個圈圈 就是帽子的毛 這一圈有鋼絲 可以超差 所以她會作型 真的有 她可以擋在這邊 讓妳很像白雪公主 好漂亮 也是很美 這後面的風 她的那個帽子不會掉下去 真的 像有時候我們拍照 都要這樣拉起來 對不對 她不用 她就隨時都會立在這裡 可是外皇后也是這樣 對 那妳把自己想白雪公主就好 好像不一樣耶 就是 稍微就是配上 因為我覺得她剛剛那樣子 是沒什麼個性 就沒有流行重點在身上 好適合戴帽子喔 真的 然後就是 這樣子的話 她就把它五官最漂亮 眼睛鼻子嘴巴露出來 對 然後就還 她滿適合蓋耳帽的 我覺得她這雙鞋是OK 可是她這個流蘇不太適合這樣子的打扮 嗯 就是妳可以配上這種比較均靴的感覺 均靴 所以像妳要穿這種比較寬版的外套的時候 盡量就是短 然後下半身俐落 今年的 要讓自己看起來不像熊 妳就要用這樣子一個搭配 技巧跟原則會比較好 好看 謝謝 謝謝 好棒喔 來 一看就不是那種摳來的妹 摳來的媽媽嗓 有點 有點 有什麼衣服 妳看有沒有那個 臉色 超麻煩的 有個中女嗎 就很像熟女對不對 太熟了 對 原因在哪裡 妳底下穿的這種包裙啊 對啊 其實是比較屬於 有點正經啊 典雅風格 那香奈爾風的外套 它本身就是比較正經典雅的 那種端風的風格 可是我像妳有特別就是挑那種靴眼 就是比較休閒的感覺 我覺得妳上衣是 有嗎 這個應該只是一般的小可愛吧 就是妳不 如果你不打開來的話 妳平常這樣子的時候 人家是會覺得有點過於老氣 真的 然後底下又配一個 雖然是今年很流行的這個高跟鞋 可是感覺就是太極簡風 看起來真的是有一點點像媽媽 那不用丟嗎 這個不用啦 我覺得那個還好 這它搭配的問題 這一件香奈爾風的外套 基本上它的設計感就比較新穎 因為妳一般的媽媽就不可能 所以妳要讓人家看起來 第一個印象就是 我爸上不會穿這樣的外套 結果它上面有很多的 妳看是屬於今年比較個性的 軍裝風的這種拼接的口袋 然後還有女性元素的蕾絲 還有最經典的這種香奈爾風的 甚至是這種不修編的鬚鬚 看起來就非常非常的經典 我們知道前幾季那 Mark Jacobs他就出這個 所以這樣子穿的時候 而且它這個並不是整個是豎起來的 沒有那個扣子 所以妳本身還是可以 露一點點脖子 鎖骨讓它輕盈的味道出來 可是我覺得下半身還是得換一下 滑餐短靴 對 而且一星的腿很漂亮 對 所以這樣一穿這個軍靴 再加上這個短的 拿破崙風簡單 但是是香奈爾的味道的粗泥 還有混一點點亮片的 看起來就會變得很新潮很好看 好好看喔 好好看喔 所以要打破大家一個觀念 你不能整 不是說整套相當的風格 你剛剛年輕十歲 真的 剛剛年輕十歲 我們現在是小姐 剛剛媽媽講 因為妳不要是小姐嗎 還是正常的人 小姐 回到有關認識的她 現在流行 現在是流行的 對 好 他們一直在 讓我們個人那麼小 小的可以嗎 然後大頭的 或者看臉會很壯的 有可能就是可以走出不同的風格 可以啦 就是我覺得 我覺得如果我們運用一些單品的搭配技巧 我覺得一樣可以 大條一下 對 在冷天的時候穿出很有味道 好的 把幾位大條交給兩位大師 好 好厲害 到中間了 如果你是像我這種壯壯的 很容易就是穿了外套以後 就跟他黑熊趕快 這個時候難道我們就不能時尚一點嗎 兩位大師交給你們了 第一個壯壯主代表 米可白 好漂亮 好漂亮喔 好漂亮喔 超有氣質的 怎麼可能 好漂亮喔 好漂亮喔 這也太重了 來來來來 兩位請 自己就笑的 笑的 你看 合不容水 合不容水 先做的先做的 接著下來呢 就是主於個子比較嬌小的 是 個子小的那個外套到底是要 短短短短 短到哪 長長長長長長到哪 才不會顯得更哈比 對 對 小個子代表 來小蕾 小康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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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先來看看小康 因為像小康這樣子 個子比較嬌小的女生呢 其實剛好運用到 今年最流行的是什麼 類似斗篷的單品 所以大家有沒有發現 其實這件 這件這個外套呢 它基本上的剪裁客廳 有點像斗篷 對 因為它整個散狀的 整個開的比較 敞開的開放性比較強 所以這樣的散狀的 這種類似斗篷的 類似 風衣的這種外套呢 如果你的下擺 裡面搭一個很可愛的 這個小洋裝 底下我就選擇 今年比較流行 這種西上襪 如果是外套 再加上天氣冷的時候 當然這個很可愛的小圍巾 圍巾 你看今年有非常非常多的 這種可愛的小圍巾 這上面還有一個小口袋 可以插著 對 你天氣沒那麼冷 你可以當做好像手套一樣 有點浴寒的效果 很可愛 可是如果你要換外套 其實也可以 我覺得小CALL 其實很適合 很像那個獨森 對 獨森 對 真的 你滿走紅沒關係 你肯定進去 你肯定進去 這個可不可愛 好可愛 這是什麼 Hello Kitty 這樣穿不會太長 這個如果說它裡面 是穿很短板的熱褲的話 就可以 對 而且這個Hello Kitty很可愛 它是一個香港 可以啊 它穿太長版了 我是不是要選長度 對 你姓好了 好可愛喔 可愛喔 因為它可以接紙的話 就自己看是不會這樣 對 所以如果大家抖棚 很重要 對 上面蓬你底下 就一定要這樣子 穿在我的手 它有那個 手可以拉出來的地方 也有 我覺得像 妍玲老師也是 拉小蕾選的這個外套 也是有一點點 抖棚的感受 是特小的 而且它們資料都是比較 挺一點 對挺一點的 然後它也是屬於短板 那當然也可以扣 可是我覺得 也是要拉長它的身高 所以我也是不讓它扣 然後讓它中間有這樣 一直垂直上去的效果 然後像今年就是 要穿這種比較可愛一點的 你可以配這種吊帶褲 然後它 我覺得今天把它配這個格子褲 是因為它也有直線的線條 這好卡通喔 所以就可以讓它延伸起來 然後像剛才 就是提到說 其實日本就是喜歡 裡面都不要穿太多 所以它裡面只有一件T恤 那你脫掉的時候 它這樣如果到室內 這樣子大概就可以 就是還滿適合室內的溫度 但是也有一個保暖的外套 那如果你要搭配一些 比如說像它搭配這個也會很好看 就是反而會有一點反差 對 然後我都不會把運動的跟 對 拉不拉多 拉不拉多 對 就是像這樣子呢 又可以跟剛才的風格又稍微不一樣 可是又可以把很Party的材質 然後放在休閒的風格裡面 小Call身上這件抖紅石的外套 再搭配上下白散裝設計的短囊中 天冷的時候 還可以把手放進去圍巾的口袋裡 哇 真的是太可愛了 簡單的吊帶褲 內搭條紋T恤 打造甜美又可愛的感覺 天氣冷的話 還可以在戴外套裡 謝謝大家